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化学学科的高中的部分的课纲 到底有什么一样新的一些改变 跟旧的之间它的差异 还有新的课纲里面来讲 它沿用了107课纲里面所谓的国民素养的问题 那国民素养到达了所谓的化学领域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要谈的是科学素养 可是很多的老师甚至家长学生 还有关心教育界的人会问 那到底什么是科学素养 其实谈到了科学素养的地方来讲 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科学的听说读写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育现场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对学生的科学教育 尤其是在化学教育 比较强调的是科学概念的传授理解 甚至我们比较谈的是 学生考高分 学生理解概念等等 但事实上在学习的过程中 或者是它的学习成效来讲 不仅仅是概念的理解跟应用 甚至有可能是怎么把这科学 学会完之后变成说出来 然后甚至把它拍成影片 或者是对于这些科学传播来讲 都是在于这科学素养里面 所以我在今天的107课纲的化学的部分来讲 我们会希望学生借由学习的过程中 了解科学的主要概念之外 还希望把这科学概念能够借由阅读 借由实作 借由解决问题 甚至可能对一些科学传播的地方 把一些科学理念跟一般大众来讲进行沟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